這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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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錢 專程深色背心的阿嬤 走到豬肉攤前 仔細挑選 東翻西找幾乎把每一塊肉 都拿起來看一看 終於把滿意的裝進袋子內 把你 掏出錢包付錢看似沒問題 但就趁老闆回頭時 阿嬤拿著裝好的塑膠袋 抓了一下 就是在這短短的一秒 偷走了一塊豬腳 結果不到十秒又繼續 甚至連找完錢 也順手摸走第三塊 但這還沒結束 阿嬤使出第二招 聲動急息 看似跟老闆攀談價格 好像想要多買食材 殊不知這時候 早就鎖定好攤位上的豬肉 手法相當熟練 整個過程43秒 就拿走了四塊豬腳 轉過身要早期的時候 他順手直接摸走 摸走豬腳肉 說他手好像有點乖乖的 之後等他離開之後 我就去看這件事錄影器 才發現他有心情偷竊 老闆這回損失至少150元 但對於阿嬤的刑切手法 越想越無奈 事後還發現他並非第一次犯案 那邊單上有認識 然後目前就有刮到 他都是推一點點而已 然後他家裡的人就來付錢 目前警方已經鎖定到 前犯身分將會儘速通知他到案 只是刑切一次兩次 店家們早就記清楚 阿嬤的臉 恐怕嚇回又到市場 就會被多加注意